把这三个地方给你看的女人一定很爱你 愿得一人心,白手不分离 是当今社会上很多男女都在追求的目标 然而只有在她们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的时候 才事后发现原来真正的感情就在自己的面前 如果有一天,当一个女人敢给你看这三个地方的时候 就能够说明她非常的爱你 甚至把你爱到骨子里去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地去珍惜她 一,愿意把自己的手机给你看 我们都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的就是信任 有一天如果当你身边的那个女人 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手机交到你的手上时 就可以说明她非常的爱你 同时也对你非常信任 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很重要的秘密 或者是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然而当你身边的那个女人 每次在你主动要求看她手机时 她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你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好好珍惜她 相反如果当你身边的那个女人 不愿意把手机给你的时候 甚至还会把手机设密码 像这种女人大多数都是不爱你的 也许当初和你在一起的目的 就是想在你身上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所以男人们永远都不要被女人的外表说骗了 可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女人心如同海底增 看不着摸不透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愿意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你的身上 一个爱你的女人 她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你身上 并且每次在你主动约她出去玩的时候 她都会有时间 如果有一天当你心情不开心的时候 只要你一个电话 她就立马出现在你面前 尽管她很忙 但一想到能够见到你 她就会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找你 像这种女人 在她的心里 你就是她的全部 她把你视为手心里的宝 混在手里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并且在她心的那个位置 全部都给了你 再也容不下任何人 甚至有的时候 她都想成为你肚子里的蛔虫 因为她想去进一步的了解你 彻彻底底 这样日后方便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三 愿意把你带进自己的家庭中 如果一个女人 她是发自内心的去爱你 那么她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就会把自己的后半辈子 全部都交给你 因为她觉得你就是自己想要嫁的那个人 同时她也会把你和她在一起这件事情 告知她的父母和她的亲朋好友 因为她想把你早一点介绍给她的父母 之后她就会合理的安排时间 如果她的父母不同意 那么她也会态度坚定的和你在一起 相反如果一个女人她不愿意让你去见她的父母 即使是你主动她也不答应 就说明这种女人她根本就不想和你结婚 并且当初选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想在你身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那个愿意把你带进她家庭的女人时 一定要好好珍惜她 因为一旦你错过了就可能让你后悔一辈子 生活在这个充满七情六欲的社会中 很多男人都看不着摸不透自己身边的那个女人心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身边的那个女人 愿意心甘情愿地给你看以上这三个地方 那么就可以说明她是真的很爱你 此时你一定要去好好地珍惜她 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 冲要让她离开了你的生活 事后你一定会感到后悔的 抓住机会珍惜眼前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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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